欢迎收看10月21号晚间的百格大事迹 马上来关注今天的第一则新闻 无论是笑协游泳客等等的课题都成为话题人物的马智里 在接受电视访问时否认自己是反副部长 对于笑协游白转黑的这个课题 他回应不建议成为笑柄 因为这个建议是源自于人民要求 如果有人要笑他就由他们去吧 另外根据马新社报道 马智里表示教育部配合第11大马计划 已经鉴定了五大策略 并将在两年内落实超过50项的倡议 而这五大策略包括提升教育品质 注重有素质而非数质的技术教育 改善全民教育 确保技术领域与时并进 以及推广各领域的贡献 接着来关心自来水的课题 谢谢 谢谢 memang air yang keluar dari pipe boleh diminum di seluruh Malaysia tidak ada masalah kalau ada masalah itu masalah tempatan bukan sebab lo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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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g air yang keluar dari logi-logi yang kita ada di seluruh Malaysia 100% boleh diminum 大马自来水能不能直接饮用 在西维尔发表以上言论之后就引起民众的热议 对此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才医生今天就劝告民众 不要直接饮用水龙头的自来水 这不是因为绿水厂输出的食用水不符合安全标准 而是担心在经过输送管道之后可能掺杂了其他杂质 所以希望为了安全起见 他认为最好还是先煮过才饮用 马华前总会长蔡希丽的新书今天正式发布 而李头最大亮点莫过于他重提十年前遭人偷拍的性爱光碟事件 而他在推荐里上除了强调不会在来临的马华党选竞选任何职位之外 他也以不点名的方式调侃马华现任领导层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是不是马华应该做决定离开国政 对我来讲这个是一个不是很复杂的 因为今天喜欢不喜欢国政不是一个政治的品牌 让我们感到高官有或者骄傲 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不了解为什么领导层不敢做出这样的决定 相反的 我们有一位中央的高层领袖说 马华不会离开国政 马华会开除不懂从国政 这个也成为了公认成为马来西亚2018最大的相关 而值得一提的是 新书销量超乎想象 半小时已经售出了超过400本 另外蔡希莉也不忘向台下的妻子甜蜜放闪 各位同胞 这本书呢是献给我45年的可爱的老头把 我写进 最后来看娱乐新闻 今年来长居加拿大的前五线资深艺人岳华 昨天晚上在加拿大病逝享年76岁 好友邵茵茵和林建民透露 岳华已经生病多年 两天前入院 不过她的妻子甜蜜不想有人打扰 因此没有对外发布消息 岳华1965年在邵氏从影 拍过不少深入明星的角色 1987年加入无线电视 也拍过不少快智人口的作品 例如义不容秦 金国 萧雄等等 她在2015年拍完了张宝宅之后 就没有再拍剧了 有传她患了糖尿病 因为担心药物有副作用 因此决定以自然疗法来控制病情 没有用药物治疗 那么今天大事记到此结束 感谢您收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